不方正的格局 經過巧妙的動線規劃 也能呈現明亮寬敞的溫馨氛圍 大多數認為格局不佳的L型空間 如何打造出令人驚豔的完美動線呢 居家裝潢的風格呢 其實跟流行的時尚時裝是一樣的 它有可能十年到十五年呢 會轉換一個大流行的一個趨勢 我想早在十幾年前的裝潢風格 可能會認為要比較深色的空間 比較沉穩 才可以顯得出家裡有那種 比較大氣有裝潢的感覺 但是十幾年後的今天 你曾經有想過一個純白的空間 也能夠詮釋美式 然後非常溫馨的居家感覺嗎 我們請張欣來告訴你今天的這個故事喔 張欣設計師擅長將居住者的性格 跟喜好融入空間的每個角落當中 在帶各位看今天這個房子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說 這個房子呢 是老屋翻新之後的樣貌 如果你看過之前的照片 你可能會非常驚訝說 怎麼可能同一個房子 今天可以有這樣子的感覺 對啊 這個是一個舊屋翻新的案子嘛 其實當初我們進來的時候呢 就是它的格局 就是動線上因為中間卡了一個電梯間 其實就在這邊 它有一個凸狀的電梯間 導致上 導致它格局的感覺 它其實是不夠方正跟完整 那種感覺就像一個正方形 中間挖了一塊就變一個凹字 對 凹字了 變成是說你的動線 得要圍繞了這個電梯間跑 那因為剛進來的時候就是說 因為它在那個房間的規劃上 就是你會感覺上 它只有單面採光 可是它這邊樓高很高 所以就是說採光上 它只有單面的時候 我是覺得就有點可惜 那今天呢 我們就是在動線上做一些調整 讓兩邊的採光 都可以進到這個空間來 而且空間看起來非常的寬敞 不過我一開始有說過 其實整個居家風格 會跟我們的時裝 有一樣的一曲同工之妙 它可能十年到十五年 會有一個流行的趨勢 屋主之前的房子 裝潢的風格跟色系 要不要形容一下 我知道在當時是最Fashion的 其實屋主跟我一樣是獅子座的 所以它其實 對 它就是喜歡有一點華麗度的東西 就是那種裝潢的設計 包含它買的燈 都會有一點華麗度的感覺 那因為它之前的房子做的是 深色跟金色的那種調性 有點古典華麗的風格 對 古典華麗 那就是其實它有說 就是說它看久了 就會有點覺得膩 然後 對 而且它現在加上現在有小孩 所以它希望給小孩 是一個明亮寬敞的空間 然後可能在裝潢上 它選的比較淡雅了一點 然後可是在古典線條的呈現 它其實還是有的 只是我們把它減少了 OK 而且屋主一來的時候 我跟他聊了一個TN 他說這樣子的感覺會比較耐看 好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這個如果前後照片一筆頓 你會驚訝於它是同一個房子嗎 我們帶你進入今天這個 很有故事性 而且張心最擅長的白色美食空間 嗯